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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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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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是现在唯一的合作方 发展了13年的历史 05年 北汽和奔驰开始了 国内也是这种独家的合作 就是在轿车品牌 轿车系列里面是独家的合作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和三个国外品牌 克莱斯勒 现代和奔驰合作 目前我们只和现代和奔驰在继续合作 克莱斯勒的合作 因为历史原因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 那您刚刚提到 北京汽车其实有非常丰富的 和国外汽车品牌合作的经验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 北京汽车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们认为第一点是品牌建设 国外的汽车厂家对于品牌的建设 是从一开始非常重视的 而且在全国的各个 全世界的各个市场推广的时候 也是把品牌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我们在跟国外品牌合作的过程当中 首先学到是如何树立自己的品牌 当然这也跟国家形象也是强相关的 第二点是对于产品的研发 因为任何一个产品如果想卖得好 卖得快 这个产品本身的质量要求和它的产品设计 必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对于产品的设计和质量保证 也是非常重视的 第三点就是对于技术储备 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人业 所以技术储备对于一个企业长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就是售后服务 因为我们汽车产品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价值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产品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物件 所以售后服务的保证和零部件的供应 对老百姓的使用和它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从品牌 产品 技术和服务的四个方面 我们认为从国外的合作伙伴当中 学到了非常多的先进的理念 介绍完引进来 我们来了解一下北汽集团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我们知道在2016年3月20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古巴 这是88年来 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古 在这次活动中 北京汽车38台BJ40汽车被选为服务保障性用车 北京汽车出口市场当然不止于中美洲 那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北京汽车海外市场的拓展情况 好的 北汽集团从一开始推出北汽深宝的资助品牌 对全球化的工作就非常重视 刚才先人介绍 09年我们推出了第一款资助品牌深宝的国内上市 从2012年开始 北汽集团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北汽国际 负责北汽集团在整个全球的运营和推广工作 所以我们一开始选择了几个战略市场 作为重点的推广工作 墨西哥是战略市场之一 也是我现在负责的市场 目前我们在拉美从墨西哥往下 往以南基本上就全部覆盖到了 像刚才您提到的古巴 这边的墨西哥 智利 秘鲁 哥伦比亚 哥斯拉尔加 都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市场 在中东 非洲和东南亚 这是中国汽车行业 传统的出口优势市场 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开发的区域 目前我们也在争取进入欧美高端市场 这个我们计划通过我们的电动车新能源产品 以及我们在海外的研发中心 推出适合欧美高端市场 这么一个一系列的车型 争取在十三五期间打入欧美高端市场 那您认为北京汽车在海外拓展的优势是什么 北汽呢 出口化业务 相对其他的中国汽车品牌 我们的出口工作做得比较晚 2012年才开始 这个呢 既是劣势 也是优势 时间晚的话 相当来说市场积累就比较少 但是呢 正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做得比较晚 所以我们更多的可以吸取其他厂家 在目标市场失败的经验 以及他们成功 失败的教训 以及他们成功的经验 经过这个叫做什么推演和复盘之后呢 我们在制定我们的政策和计划的时候 可以更有效地结合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这个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 对目标市场制定更有效的这种 营销措施和宣传手段 来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 海外的消费者 他们在购买汽车的时候 除了选品牌款式性能以外 售后服务对他们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环节 那北汽在这方面是如何为它的消费者 提供保障这个售后服务的 我们从一开始制定出口 或者是国际化政策的时候 就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 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品牌第一 服务第二 销售第三 所以在树立品牌的同时 要通过服务来保证我们的进一步的销售 我们在每一个目标市场 在进第一批车之前 都会先把我们的零部件 发到这个目标国家 先把这个零部件的供应网络打通 然后再结合这个汽车销售网络的发展 来满足目标消费者 对我们这个产品以及售后服务的需求 现在北京汽车已经成为了墨西哥 唯一经过经销网络销售轿车的中国企业 墨西哥市场的开拓当初是如何确定开展和深入的 北汽集团下属的北汽福田 从08年开始在墨西哥销售 通过我们的经销商合作伙伴 销售我们的卡车产品 所以我们在墨西哥 应该说已经积累了89年的经验 同时墨西哥市场是一个汽车 或者说轿车销售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市场 欧美日韩所有常见的主流品牌 在这边都有销售 每年的销售量大概在100到120万这么一个规模 所以这个市场规模是对中国汽车品牌非常有吸引力的 同时因为它竞争比较激烈 价格或者说利润空间 向来说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比较残酷比较低的 所以每一个汽车厂 中国汽车厂家进入墨西哥之前都会经过比较认真的考量 我们因为通过北汽福田这几年的积累 相对来说对墨西哥市场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了解 所以我们在进入墨西哥的时候 这个决心是非常大的 同时我们对这个市场 单对这个轿车的细分市场 我们做了两年半的这个市场调研 结合北汽自己的产品发展规划服务和配件的保障 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是树立了一定的信心 所以我们决定了从2016年开始 我们是今年的6月份正式在墨西哥上市 并且开始销售北汽申保资助品牌的 从今年6月份开始呢 这个在墨西哥市场销售这个北汽的产品 所以呢墨西哥是我们在拉美地区 或者说在中美洲地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因为我们目前呢是做的是第一步 先从这个汽车的分销开始 未来随着销量的提升 和这个对客户需求的进一步了解 我们明年会有计划 在这边这个开始导入北汽自己的工厂 对这个通过三大工艺的引入 开始在这边墨西哥呢 生产我们自己的产品 墨西哥本身也是一个汽车出口大国 这边呢每年大概要生产300多万辆车 60%呢用于出口 40%呢是在本地销售 所以我们北汽打算在这边 打造一个产品营营基地 或者叫做产品制造基地 除了满足墨西哥本土的销售需求之外呢 也计划从第一步出口到中美洲地区 第二步出口到拉美地区 未来刚才先介绍了 我们有计划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 这么一个长远规划 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呢 可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和加拿大市场 所以呢墨西哥不光是一个销售的市场 也是一个产品基地 或者说未来进入高端市场的那个平台 那像您刚刚也提到 墨西哥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汽车生产和销售和出口的大国 那我们中国的车企进入墨西哥 这个会不会比较艰难 如果单从销售和出口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看好的 毕竟它的保有量 以及它的出口需求都在这里摆着的 但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呢 欧美日韩企业在这边深耕多年 尤其是美国品牌像福特通用 在这边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而且他们也在这边有不止一家工厂在这里 所以他们对这个墨西哥的市场呢 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中国自主品牌 要想进入墨西哥市场 参与他们的竞争 是需要在下面做很多功课的 坦白讲说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呢随着中国国立的发展 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以及北京对于北京品牌的建设的信心 和我们在国内以及国外其他市场的经验 我们相信在墨西哥市场一定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La compañía industrial automovilística de北京 considera que el mercado automotriz mexicano 是 uno的 los medios y lucrativos en el mundo los analistas estiman que la llegada del cuarto mayor fabricante de automóviles de China intensificará la ya de por sí reenita competencia El primer desafío es hacerse del importante segmento de los jóvenes de movilidad social ascendente. El 60% de la población mexicana es menor de 35 años. Junto con otras compañías chinas,バイca está trabajando para convencer a los jóvenes de que el lecho en China ahora significa alta calidad. México es uno de los tres mercados estratégicos en el exterior paraバイca. El primer paso en este país es estabilizar nuestras operaciones. En segundo lugar realizaremos exportaciones de México a otros países de Latinoamérica y en último lugar a Canadá y Estados Unidos. En el estado de Querétaro se ha consolidado con éxito la instalación de la cuarta embajada de Bike en México. En la inauguración se presentaron los automóviles que serán vendidos en la agencia automotriz. De igual forma afirma que la agencia ofrece en su embajada en el estado de Querétaro un almacén completo de refacciones, taller de servicio y una extensa gama de atenciones para los que adquieran un modelo de la agencia automotriz. Al final se pone al manifiesto que el plan inicial de la marga en México fue tener puntos de venta en la zona centro del país y más tarde expandirse al norte y al sur de la república.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 que estamos hablando contempla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humana, la cual consiste en la unión entre el grupo Bike y México, no solamente en el aspecto de las transacciones, sino también en el cultural. Tenemos que salir al exterior, incursionar en el mercado exterior, al tiempo de subir de nivel. Esto último se refiere justamente a la mejora de nuestra unión cultural. Hasta hace solo algunos años, China y México se veían como rivales en el mundo de los negocios. Pero una serie de reuniones diplomáticas y entre el sector privado ha contribuido a unificar este mercado, y ahora el país asiático es el segundo mayor socio comercial de la nación norteamericana. Bike México se ha asociado con el grupo Picacho, de capital mexicano, que se ha dedicado a la venta de marcas de automóviles como Jaguar, Ford y Land Rover durante tres décadas. La gerente general de Picacho para la cuenta de Bike señala que las visitas a China de los directivos de la compañía los convencieron de materializar esta asociación. Viajamos a China en septiembre. Tuvimos oportunidad de visitar las oficinas de Bike, además de su planta de ensambraje. Fue maravilloso. La sede de Bike es algo que superó nuestras expectativas. En 2007, la firma china Fav Motors protagonizó un intento fallido por incursionar en México. Bike México se ha posicionado como el principal productor de vehículos eléctricos de bajo costo. En 2017, la empresa planea ensamblar sus automóviles en México. Su objetivo es vender miles de estos vehículos en el primer año. ¿Qué es lo que se ha visto en México? 开始在跟墨西哥这边的潜在的合作伙伴 以及我们跑一些政府部门 跟客户的聊天当中 我们觉得这个沟通效率 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 当然现在我们觉得也是适应的差不多了 我们在墨西哥 尽量用他们的方式和效率来沟通 反过来我们把信息传递到国内 还是按照中国人这种工作效率和进度来推进 所以双方目前来说 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和平衡点 这是文化上的差异 另外一个我们在墨西哥这边 跟中国有夏天13个小时 冬天14个小时时差 所以在这个时差方面 我们还是跟第一点讲的 在这个工作的推进上 经常会要不就是连轴转 这边墨西哥工作完之后 到了晚上北京那边上班 我们还要进一步跟家里开会商量事情 要不就是节假日不能休息 因为中国的假日我们在这边休息不了 在墨西哥的话 逢到这边的假日 中国那边还要工作 所以的话 这个在工作的这个时间安排 和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量上面 确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另外一点呢 刚才先介绍了 北七国际是一个年轻的公司 所以整体的我们这个团队 是一个年轻的团队 我们的200多号员工 平均年龄20多岁 不到30岁 所以大家呢 一方面的朝气蓬勃 做工作的热情非常高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在做海外市场的这个经验 也需要在通过大量的实战 来进一步提升 所以呢 像刚才提到了这个文化差异 时间差异 以及这个年轻团队 带来这个挑战 是我们之前 或者即便是现在 也面临的三个比较大的挑战 像刚才您说 北七集团在墨西哥发展 起步比较晚 虽然这个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销售情况是什么样的 目前呢 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 已经开了三家4S店 这个是直营的 我们说直营就是指 在这个4S店里面 只经销北七自己的产品 今年还有建设 三到四家4S店的计划 所以到年底之前呢 会达到六到七家 目前呢 这三家店 每家店的月销量 稳定在20台左右 这个 目前来看 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因为我们从今年6月份正式上市 开了第一家店 7月份第二家店开业 10月6号刚刚第三家店开业 能够达到这么一个销量水平的话 对于一个新进入的中国产品 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您刚才提到 北七集团在墨西哥 有计划明年在墨西哥建厂 所以现在您说的这个销售情况 只都是国内纯进口的汽车 对 目前我们还是通过 整车进口的方式 然后通过4S店来直销 明年我们计划是在这边 投产一个工厂 当然现在还是在做这个市场的预言 可言和预言阶段 真正到市场的 到工厂的打产呢 可能要到2018年下半年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会通过整车进口 以及在这边有另外一个合作商 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进行组装 就从国内发散件 在这边进行组装 一方面呢 可以降低进口关税 另外呢可以增加墨西哥当地的这个劳动就业 你可以得到政府的进一步的鼓励和支持 所以在这个2018年年底之前呢 我们会通过整车进口和零部件组装的方式 进入墨西哥市场 北京汽车在国内销售 除了普通的燃油轿车以外 很大一部分是北汽新能源的电动汽车 在北京大街小巷可以随处可见北京汽车的EVEUES系列等 新能源的纯插电的充电的汽车 在墨西哥有没有推广新能源汽车的计划 首先我介绍一下北汽新能源汽车在国内的发展情况 从在十二五期间呢 北汽集团大力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 大力发展的这个纯电动的轿车 我们在基于目前的燃油车的平台上 进一步研发和升级了我们的纯电动汽车 目前呢我们在国内有纯电动的轿车 纯电动的SUV以及纯电动的商用汽车 在做这个国际化战略的同时呢 我们在做国际化战略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在海外推广纯电动轿车 也作为这个在海外市场的发展重要一环 像在墨西哥的那边您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导入了EV200这个车型 这个车型目前在国内卖的最好的 在国内刚才也少介绍了一点 我们在国内纯电动轿车系的市场 目前是国内领先的 所以呢借助这个在国内推广纯电动轿车的优势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国内的经验 以及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的 合作的这种理念 推广到海外目标市场 我们认为呢墨西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推广新能源产品的这么一个市场 这边呢你也可以看到墨西哥城的污染情况 跟北京市其实是类似的 墨西哥的联邦政府和墨西哥城的地方政府 两级政府对改善环境 以及提高出行的便利性 也是有着急切的迫切的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这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功夫 希望结合北京市政府 以及墨西哥城市政府 在这两方面 两个城市呢是友好城市 我们希望借助在北京的推广经验呢 能够分享给墨西哥城的市政府 来进一步提升墨西哥市民的 墨西哥城市民的出兴环境 以及对墨西哥城的大气污染治理 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请问现在墨西哥的消费者 对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 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和态度 目前到我们店里来看到 这款新能源车的老百姓 或者说消费者 还都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一个中国的汽车品牌 能够带着纯电动汽车 而且是这么一个设计和性能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产品 到墨西哥市场来做市场推广工作 一般来说提到现在 提到纯电动的轿车 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特斯拉 尤其是在北美市场 所以当他们看到 我们北汽推出这么一款 家用的大众化的纯电动轿车之后 还是心情和惊讶并存 同时对于纯电动轿车 在墨西哥的推广 我们也向金电的消费者 做了一个解释 我们是希望能够结合他们的政府 对老百姓的出行 因为不光是轿车的使用 以及充电设施 零部件 甚至说政府的补贴 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是跟他们 来宣传这个事情 通过能跟政府的合作 给老百姓将来购买和使用 纯电动轿车提供一定的便利 刚刚我们提到 纯电动汽车有助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那对购车的消费者 自己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认为有两点好处 第一点是通过购买纯电动汽车 对空气质力和环境污染改善 做出了贡献 它会有这种自豪感和荣誉感 第二点是从经济角度考虑 纯电动汽车的这种充电的成本 我们比方说同样跑100公里 用电和比用油来说 基本上能够节省80%的费用 另外一个在一辆车的使用周期当中 比方说我们用五年 这五年当中的维护和保养成本 纯电动车会比燃油车要便宜很多 因为基本上目前的主流技术的电机和电池 是免维护的 所以在这方面 客户不用反复的到赛店里面进行 进行这种比方说5000公里 或者1万公里的这种维修 这样的话对客户来说 时间上也节约了 然后经济上也 这种花费上也减少了 所以使用纯电动轿车在一个相对来说 轿长的周期之内 对于老百姓经济上是确实有非常大的收益的 刚刚您提到北七集团在国际化过程当中 在国际化进程当中 把品牌是放在第一位的 那在品牌的树立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中国的产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良有不齐 所以好的话都出来了 相对来说国外消费者 对于中国品牌这么一个概念 褒贬不一 所以我们在境外推广我们北七品牌的时候 也遇到了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 很多消费者觉得中国Made in China 产品它的质量是否可靠 它的在这个市场的发展计划 是否是长期和稳定的 它的服务和零部件是否能跟上 这都需要我们跟消费者做大量的解释工作 当然随着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国力的发展 以及北七对于中对北七品牌这个树立的决心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在跟尤其在墨西哥这个市场 跟消费者接触当中 向他们输入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和北七形象 所以我们在包括价格 零部件供应服务网络响应 以及对这个质保周期的这个一个特意的一个延长 来给消费者树立这方面的信心 让他们在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 明白这是一个有责任的品牌 在使用北七产品的过程当中 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品牌 是一个负责任的品牌 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同时我们也在墨西哥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 让这个政府机构以及普通老百姓 明白北七到墨西哥来 是真正来这边安家立业的 刚才也向您提到了 我们在做这个纯电动汽车的推广 也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进一步树立 北七作为一个绿色企业 信能源企业这么一个企业责任 和这个社会使命感 同时我们也将北七的新能源产品 纯电动轿车引入到墨西哥市场 通过对环境治理的改善 以及对普通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加便利的出行 进一步增强北七的品牌形象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家4S店 是北七在墨西哥的第一家4S店对吧 对 我们这个位置是北七六月三日 今年六月三日在墨西哥开业的第一家店 也是我们上市活动举办的地方 这个店面积是1000平方 分上下两层 第一层是展厅 第二层 副一层是服务和维修区域 我们现在在这个展厅里展示的是五个车型 我们在这边叫做D20是一个轿车平台 X25是一个小型SUV 和D20是同一个级别的平台 还有一个基于D20的这个纯电动的平台 叫EV200 还有一个这种户外越野车BJ40 还有一个大型的SUV X65 所以我们现在展示的是D20 X25 EV200 BJ40和X65 因为D20是第一个引进的车型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款车是相当来说卖的最好的 在我们九月份引进了X25之后 因为它的设计新颖 因为这个设计是我们跟奔驰的 在北京的合资研发中心共同推出的 外观实际上设计新颖 而且性能也比较理想 所以X25目前在这个设计上上量比较快 也受到了这边的老百姓的非常大的关注 因为在这个A0级的SUV市场 目前来说欧美日韩品牌的竞品不是很多 这也给了我们中国品牌一个机会 能够通过这个小众的细分市场 迅速地打开这个老百姓对中国品牌的认知 所以这是第一家旗舰店 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家店 相信它也承载了北汽在墨西哥发展的 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责任 希望若干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这家店 仍然是在墨西哥 整个墨西哥国家能够办得非常好的一家店 这是我个人对它的一个期望 那北京汽车在墨西哥现在一共有三家4S店 今后会不会还有拓展的计划 我们今年在墨西哥 整个国家的间店计划是6到7家 目前来看应该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明年的话随着我们在其他州的推进 以及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计划再新增10家店左右 这样的话到明年年底 我们会有将近20家店的保有量 应该可以承载我们在墨西哥的 这么一个销量计划 同时销售的迅速提升 对于我们未来决策在墨西哥投北溪工厂 做出这么一个决策 会带来很大的积极作用 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和明年 我们的4S店的建设和销售 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迅速推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